如何在海外主流社交平台上打广告,做跨国电子商务,社交营销也是使用常用促销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社交网络是当今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社交平台可以增加用户粘性。 我们的目标是吸引不同平台的用户,准确掌握每个平台的最佳发布时间,是促进内容营销和受众参与的关键因素。 这里就介绍一些海外主流社交平台。 1.Fastbook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站,每月有13亿人在活跃。 另外,约3000万的小规模企业使用Fastbook,其中150万企业在Fastbook上发表收费广告。 1.最佳活跃时间段。 13点,分享内容的最多15点,阅读量最大点赞最高9点至19点,在Fanpage获得用户反馈2。 最佳活跃天,周四和周五的用户参与率比其他日子高3.5%。 2.Twitter Twitter是世界上最大的微博网站,注册用户超过5亿。 虽然用户发布的每条推文仅限于140个字符,但这并不妨碍各个公司使用Twitter进行产品推广和品牌营销。 例如,戴尔在圣诞节购物中曾在推特的折扣活动中获得过百万美元的销售额。 除此之外,跨境电子商还可以在Twitter上利用名人推销产品,比如抢评名人推文的头条评论,让粉丝熟悉自己,最终成为自己的粉丝。 并且Twitter推出了一个可以直接购物的功能键,方便买家购买。 1.最佳活跃时间段,12点,13点,18点,时区一目标市场而已,阅读量最多17点,分享内容的最多2。 最活跃的日子,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是比较活跃的日子,可以获得更高的用户参与和点击。 另外,根据调查,很多推测用户有在路上,学习和工作上使用推测的习惯,还有就是,周末发布内容的用户参与度比平日高17%。 3.Lioutube YouTube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每月有10亿活跃用户,每分钟就会被上传288小时的视频,每个月,用户花60亿小时观看YouTube视频,每天被上传,观看和分享的视频成千上万。 YouTube视频比其他社交网站,更容易带来病毒式的传播效果。 1.最佳活动时间,20点至23点,根据目标市场的时区变化,最好的发布时间在21点左右,这是用户活动的集中时间段。 2.最活跃的日子,星期六,星期日比较活跃。